各位欢迎来到这里都是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虽然一男一女一个韩国总统一个日本首相 然而两个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显而易见的这两个人都是正二代 朴槿惠的爸爸朴正希做过韩国总统 安倍晋三的爸爸安倍晋太郎差一点点就当上安倍首相了 但是架不住人家外公人家叔公都干过日本首相 妥妥的正二代正三代 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人还都没有子嗣 也就形成不了日韩两国的正三代正四代 朴槿惠嘛咱们知道按人家的话讲 一生都奉献给韩国了所以没有结过婚 而安倍晋三虽然结了婚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生出来孩子 而且大家知道吗 这两个人历史上其实颇有渊源 日韩上一代领导人是很有交情的 这个交情也颇有历史渊源 以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啊 朴槿惠的爸爸朴正希 当年是出生在日据时代的朝鲜 其实他是有着日本名字的 他的前半生还是一个日本军人 按道理讲这样的人啊在二战之后应当是被清算的 然而机缘巧合新成立的大韩民国呢 没有多少军事上的人才 以至于这样一个前日本兵慢慢的窃据了高位 最后成为了大韩民国的总统 这一点今天在韩国还有很多人诟病 很多韩国人说他们要清算当年的韩奸 什么叫韩奸 日本统治韩国的时候你作为政府高官 作为军队高官那你妥妥的韩奸 你是帮助日本人欺压本国百姓的 而安倍晋三的外公暗信介呢 本来也是应当被清算的对象 毕竟二战时期暗信介就是政府高官 被称之为满洲之妖 这样的人说实话你不被送上东京审判法庭 给你来个绞刑就已经够优待的了 然而没想到这样一位本来应当被清算的对象 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战后日本政府的高官 还成为了日本的首相 于是两个本应当被清算的人分别成了韩国日本的首脑 这两个人颇有惺惺相惜之事 也就是在这两个人执政时期 日韩和解恢复了邦交 还签订了日韩密约 当然这个日韩密约也是今天日韩两国矛盾不断的根源 日本认为我们通过日韩密约已经把该赔你的钱赔了 而韩国认为这份密约是违背韩国老百姓的意愿签订的 我们不应当承认这个密约 前几年朴槿惠当政的时候 在他的主持之下 跟日本签订了未安赴密约 很多人都说朴槿惠怎么这么软 为什么要跟日本签这样一个约 其实想想他爸爸当年为什么跟日本签约就知道了 日韩两国上层还真是很有渊源的 甚至民间还流传过一个事 朴正希当了十几年总统之后 不是突然被人暗杀了吗 暗杀之后朴槿惠一家也被人足出了青瓦台 毕竟你爸爸死了 不是总统了 你妈妈也被人刺杀了 朴槿惠曾经过过一段相当孤苦的生活 而那个时候 岸信基虽然已经不是日本首相了 但是在日本政坛相当有影响力 曾经岸信基还派人来到过韩国 说要寻访朴槿惠一家 问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 如果有困难的话 岸信基想把朴槿惠一家 接到日本去抚养 而岸信基的外孙安倍晋三 就比朴槿惠小两岁 所以一度传出 岸信基曾经有意作媒 让朴槿惠嫁给安倍晋三 只不过后来派到韩国的人探访之后 回报岸信基 说这个朴槿惠一家已经得到韩国政府高层的妥善安置了 生活无忧 所以岸信基做媒这个想法才没有实现 有时候历史也是颇让人玩味的 如果这场媒真做成功了 会怎样呢